上文书说道 越合计越不是滋味 我和孩子活命 把孩子爹扔到城里 这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 别走了 找个地方住下 想打听打听 他们在前面的小村 建了两间房住下 这一宿夫人也没合眼 第二天清晨 派老家人贺泉回沈阳 这些事背着黑衣小子贺民 没想到有个家人叫赖猫的 这小子挺坏 他跟沈阳刚娶个妓女做媳妇 这次叫他护送赫氏母子李沈阳 他从心里不乐意 他看贺民在门前溜的 凑到近前小上说 少爷 你还在这详逛呢 你爹在沈阳都没命了 你还不看看去 我爹怎么了 你没看见城外打仗吗 你妈怕你有危险 把你带出来 把你爹扔那了 快回去看看吧 对呀 贺民上马踢锤就走 走到半道追着贺泉 贺泉问 少爷你上哪去 回沈阳 你不能去 你别滚 怎么叫也叫不住 贺民先走了 到了沈阳也晚了 他夫妻贺士贤 被困重围 多次冲杀 没有冲出去 身中十四箭 死在乱箭之下 这人黑小子来到城外 见地上到处死马死尸 血流成河 八七兵和明军正在交战 杀身正马 他也不管谁是谁呀 上去又打 八七兵一看 来个黑小子 这么厉害 谁也打不过他 呼啦就围声 乱箭齐射 贺民也不在乎 手中大锤上下翻飞 上乎欺身 下乎欺马 边打边跑 一直跑进城里 被围在街心 寸步难行 整整打了一个时辰 俩钟头啊 孩子累得浑身是汗 还喊呢 DNA 你在哪呢 儿子我找你来了 DNA 突然 一只剑射中他的战马后丘 这匹马疼得 声声爆叫一撂绝子 把贺民吓一跳 哎呀 这一走神 捧捧 连中两剑 一剑射中他的右肩头 另一只剑射在后背上 扛着他连喊带叫啊 好厉害呀 谁扎我呀 捧 又一剑 这孩子支持不住了 眼睁睁锤都举个动了 浑身无力 就得这个功夫 努尔哈赤到了 他看见前面围一伙人 听见贺民喊声 吓了一跳 居民 前面出什么事了 有黑孩子找爹 打死我们不少人 被我们围住 打一个多时辰了 快死了他 快给我住手 还有话 别说了 弓箭手 哗一撤 把贺民 闪出来 贺民收住双锤 再也坐不住了 嘴里还喊 爹呀 儿子想你呀 你在哪儿呢 扑通 张落马下 努尔哈赤一看 正是贺民 心中难过 甩灯下马 把孩子抱起来 孩子 你娘呢 哎 春桃啊 我对不起你呀 快找人智商 就在这阵 有人抱 我们抓住老头 说是贺世贤的家人 非要见你不可 把他带上来 来的正是贺权 贺权奉夫人之命 打听贺世贤消息 半道上贺民跑了 老家人怎么追也追不上 迎面又碰了两股明军 他得躲着走 绕着走 所以现在才到 没等进城就被抓住了 八七军要杀他 他说他有大事 有面见的汉王 八七军还不错 把他领到努尔哈士眼前 努尔哈士看看 你叫什么 我就贺权哪 你干什么来了 夫人叫我找老爷 找少爷 你看看地上那个 是不是你们少爷 贺权扭头一看 啊 少爷 你怎么了 努尔哈士命人 把他绑身给松了 贺权抱着孩子大哭 努尔哈士说 贺权哪 这孩子是被我们误伤 对不起你家夫人 我派人给他治伤 汉王 孩子伤太重了 你送我们回去吧 我见到他的母亲 好有个交代呀 好 我家老爷呢 努尔哈士说 派人查找 一会有人报 赫士贤重剑伤 已经阵亡 老夫人一听 哭昏过去 努尔哈士很内疾 派人找范文成 叫他带人 将赫士贤尸体 承练起来 并给孩子智商 把孩子送交赫夫人 范文成处理后事 暂且不提 再说努尔哈士 来到总兵府 全当临时兴功 刚刚安顿好 叛马来报 齐顶汉王 明朝派来援军 正度昏和 主将是总兵陈策 带两万人拉着炮车 向我方杀来 赞叛 赞报 渣 努尔哈士 听说过 陈策的名字 此人多年镇守四川 为了加强辽东防范 先从四川 调到辽东 住在辽阳 沈阳之间的 荒山子 这两个人 一直监视野外训练 拿现在话说 是野战部队 陈策兵来了 努尔哈士 不敢大意 命令阿米和楚英 带两万人迎敌 阿米和楚英 带铁骑军 杀奔昏和 迎战陈策 陈策 今年五十多岁 善会用兵 身旁两员大将 周敦吉 同住魁 今早晨 蓝旗关报信 说满洲兵攻打沈阳 他连忙 继合队伍准备增援 同时派人 到辽阳都司衙门 给精略大人送信 是否出兵 辽阳回信了 也误了功夫 他带兵 过了昏和 来到北岸 正往前进 沈阳的 败兵败将下来 头一个就是白云龙 边走边喊 陈总兵 千万别进沈阳 我们七万人 全扔里了 你这两万人 不要垫马蹄子了 陈策知道 接应晚了 就在原地 摆开战场 两万穿折兵 平时训练有素 看见沈阳 带兵 缺胳膊短腿 毫无巨色 各按方位 站好队形 并排三层炮车 砸好炮药 点着火神 等候八七兵到来 时间不大 湘南七七主 阿米和大泰斯 楚英 带兵冲上来 进入射程之内 陈策一声令下 点炮 几十门炮 同时射击 就听着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咚 炮声轰隆 烟沉四起 八七兵 被炸到无数 后边七兵 还没有补充上来 第二层炮车 哗 又推上来了 一声令下 几乎同时响炮 紧接着 第三层炮车 射击 原先第一层火炮 又装好了弹药 再次推上阵燃发 就这样 轮流倒混 使八七君族 不得靠近 当时伤亡千余人 阿民大惊失色 伤了这么多人 怎么交差 眼看明军 越聚越多 阿民组织人 再次进攻 这回伤亡 比伤亏还大 有的冲过火炮封锁 来到明军阵地 这些穿车兵 非常勇猛 啪啪 一阵乱箭 八七兵 纷纷死予费命 楚英和阿民 再想组织进攻 指挥不灵了 就在这阵 左边来了一少人马 高挑香白群旗 旗下员白薄将 正是四贝勒 黄太极 黄太极 一边跑一边喊 二位阿哥 怎么样啊 楚英和阿民都哭了 阿弟呀 你看这帮四川蛮子 太厉害了 我们伤亡太重 怎么回事 陈瑟把上百门炮 翻为三不二 轮流装炮射击 使我们没有喘息的机会 攻不上去 哦 黄太极一看死这么多人 也着急了 哎 阿哥 别着急了 我有办法 你们等着 先不要打 等我回来啊 黄太极领人又走了 等了能有半个时辰 一个钟头 黄太极领兵来了 这回啊 他挑的是横阵 铁骑兵排着长长的一个横队 向强眼火 压了过来 香白军旗迎风招展 在后边是黑色台旗 陈瑟看了半天也不明白 白旗黑旗 什么意思呢 楚阳和阿敏 明的呀 黄太极调来汉军旗 汉军旗掌管火器 不用问 也调来炮兵了 这些炮兵啊 归李永方管 不过射击水平 可比不上明军 有 总比没有好啊 香白旗马队掩护 陈瑟等人没发现对方有火炮 眼看火炮进入射程 黄太极下令 骑兵 突然往两旁一分 往回跑 呼啦一声 闪出来一百多门炮车 早已调好方位 撒好炮药 立刻点火 没等官兵反应过来 八七军的炮响了 官军做梦没想到 满洲兵有大炮 大炮突然向他们射击 炸得人羊马翻 陈瑟当时也慌了 黄太极心里明白 自己的炮兵火力有限 就这一锤子买卖 再放那一炮啊 还不定等多长时间呢 咱就趁热打铁冲吧 黄太极一马当千 闯入敌军阵脚 楚英阿明紧紧跟上 双方展开一场肉搏战 这回明军大炮没用了 炮兵也参加战斗 那陈瑟跨马宁枪冲了上来 黄太极抡刀应战 二人马来马往十几回合 猛然八七将放了一支冷剑 搜 啪射中陈瑟 陈瑟疼得一愣神 黄太极挥刀将他斩于马下 官军伤亡上万人 满洲兵也死了四五千 官军败走辽阳 黄太极紧紧追杀 追了四多里地 过了白塔户 再收兵回沈阳 沈阳之战 大得全胜 努尔哈市在沈阳歇兵五日 受伤的将官已经痊愈 可以上阵 这才兵发辽阳 大兵一路难下 明军闻风散乱 望颖而逃 老百姓早已远顿他乡 大军走了一百来里 突然队伍停下了 前队停 后队闸住 老汉王带住坐骑 大军为何停止前进 报 齐陵汉王 前面有大河拦路 我瞧你 老汉王提斯江来到马的河畔 带马闪往对面观桥 这条大河河面很宽 水上无桥 河面无周 派人试探一下水的深浅 有一人多深 不能汤水过河 到附近找船 派出好几十个人去找船 别说找渡船呢 连块门板都找不着一扇 原来 沈阳沦陷的消息 传到辽阳 辽阳经略下令 把河面的船全部撤走 北岸老百姓搬到南岸 连房子都放火烧掉 凭借天险 挡住八旗兵 老汉王无奈 船令在北岸 安营扎站 军兵离时安下营房 转眼到天黑 军族行军一天很疲劳 全睡了 诺尔哈是睡不着啊 坐点帐篷里巴达巴达的抽老汉烟 心里犯愁 哎呀 这么多人马怎么过河呢 还得回沈阳拉木头修桥 那得多长时间呢 他迷迷糊糊的打了个盹 突然 激烈打个冷战 二目原睁高喊 来啊 传楚英 是 把亲兵吓了一跳 发了什么病呢 大喊一声赶紧出去 在旁边帐篷内去喊大太子 大太子 汉王请你 诶 楚英都睡了 迷迷糊糊爬起来 来到汉王进前 富汉 春门何事 你看过去 看看河水 皆美皆兵 什么 楚英一听就愣了 富汉呢 此时已过清明 河水怎么会皆兵呢 住口 这让你看看河水 皆美皆兵 快去 呃呃呃 诶 楚英见父亲 二目如灯 没目都立起来了 再不敢多言 墨师出了帐篷 转了一圈 他又回来了 欺兵富汉 河水没有接兵 老汉王一听气坏了 没用的东西 来哪 把楚英吞去 杀 是 内侍亲兵一拥而杀 抓住楚英的胳膊 往外就推 楚英高喊 富汉 河水没有接兵 乃是天气所致 与儿何观 匪物 要你何用 杀 吞进 杀 富汉而冤枉 老汉王 梅荣芬说 把楚英给杀了 楚英被杀的消息 立刻传开 八旗将 全都起来了 谁也不困了 努尔哈氏犯脾气 什么事都干出来 敢瞧范文成又不在军中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不知如何是好 这阵努尔哈氏高喊 来 纯黄太极 是 时辰不大 黄太极 文昭赶到 富汉 有何事吩咐 你去看看 河水接妹接兵 咋 黄太极二话妹说 退出帐篷 大步来到河边 但见 半轮明月 冉冉升起 月光照下 河水奔流 波光闪烁 微风吹来 泛起波涛 如银蛇起舞 已经这个季节 河水哪能接兵呢 黄太极 黄太极只好跪在岸边 望空祷告 黄天后土 过往神灵 我富汉急于攻打辽阳 因大河拦路 无法进兵 富汉心急似火 圣毒之下 触展我大阿哥 望诸神多多保佑 让河水破季接兵 助我大军 顺利过河 早过半天 河水还是奔流不息 没有接兵的样子 他正万分着急 老汉王派人来催 斯培罗 汉王问你河水 接没接兵 黄太极无奈 急忙回来禀报 富汉 河水已经接兵 好 老汉王一听 立刻喜上眉梢 当下传令 来啊 拔营起寨 过河 是 汉爷有旨 全军立即拔营过河 汉爷有旨 过河 功夫不大 全营人都起来了 整装出发 努尔哈赤 命黄太极 率先过河 黄太极也不敢抗旨 眼望滔滔河水 急有压关 横下心肠 催马 咚 下河 说来也怪 战马探了水流 往河里走 怎么走 河水也不见身 刚刚没过马蹄子 不大的功夫 已经来到对岸 大军舰黄太极已经过河 全都迅速跟上来 功夫不大 十万八千乳士 全部过了河 黄太极这阵儿觉得奇怪了 哎 我们是怎么过来呢 他急忙下马查看 呦 只见河里到处都是螃蟹 这些螃蟹一个几个一个亚一个密密麻麻成千上万的在河面上铺出一条道来 这就是螃蟹救驾的故事 您没看吗 螃蟹盖上不都是有个马蹄儿吗 就是那个时候踩出来的 也有人说 黄太极是真龙天子 他说河水洁洞 苍天保佑 河水风洞 大兵过河 由于过河之前 老汉王杀了长子楚英 按汉语来说 楚英是大太子 从此这条河 命名为太子河 这段民间故事 至今在辽阳 广为流传 回头再说努尔哈赤 过河之后 没敢去打辽阳 因为辽阳和沈阳不同 现在沈阳管辽阳 当初辽阳管沈阳 辽阳城可有悠久历史啊 是文化古城 战国西汉以来 就是山海关外 政治经济中心 到了明代 在这设过京城 叫东京 到了明朝呢 讲辽东都司设的辽阳 它是辽东的最高首府 相当赏会 当时辽阳城 方圆三十二里 八座城门 城池雄伟壮观 城内街道纵横 店铺林立 非常繁华 尤其辽阳白塔 高耸路云 使辽阳古城 更加威严壮丽 辽东京略 雄庭壁就住在这儿 现在京略大帅啊 叫袁英泰 此人是近世出身 在朝中围观多年 清正连结 刚之不阿 宦官魏忠贤 都拒他三分 正巧辽东 缺元帅 就派他到辽东 当京略 明着是荣生 实际 推他进火坑 袁英泰也明白 在这儿当京略 元帅不义 缺兵少将 又无良想 不过 忠臣不怕死 怕死 不为忠 到任之后 朝贤纳士 操演人马 又有个好助手 就是寻暗御使 张全 帮助他治理三军 现在可称 兵强将勇啊 手下有四大总兵 八大勇将 四位有总兵啊 金锤将侯师路 银枪将朱万良 铁棍将李茂财 飞叉将王玉章 大将有 江文江武 周茂周兴 刘弘涛 赵国胜 董成林 韩家庆 各个武艺高强 能争贯战 袁英泰 体贴将士 上下亲亲 世作岳飞 不作勤混 袁英泰 听说沈阳失守 贺世贤 游士公阵亡 非常难过 就在这阵 白云龙带着败兵 跑进辽阳 来到京略衙门 见着袁英泰 放声痛哭 袁帅 沈阳失守 川折兵 全军覆没 陈策阵亡 我特来报信 不久八七兵 就要打辽阳 请肃想良策 金锤将侯师路 一听就火了 弩贼不来 算他命大 他说敢打辽阳 叫他尝尝我 金锤的厉害 辽人人不好惹 白龙说你别在屋吹了 八七兵太厉害了 我就领教过 你呀 别长弩贼的威风 看我怎么胜的 袁英泰说你别吵了 好不好 咱们两手准备 一手出击 二是防御 随后点手叫 朱万良 侯师路 你二人 如此热门 这么这么这么做 遵令 他二人转身下去 传令 师辰不大 回来了 就这阵 报 千柄元帅得知 诺尔哈尔的兵马 已经过河 好 众位将军 趁弩贼 立足未闻 我们来个先发之人 打他个凑手不及 来呀 两全队出征 众将官早已按捺不住 一声令下 各个精神斗兽 来到府外各跨征居 袁英泰亲自督战 带五万人 想炮出兵 就听得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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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声响亮 城门开放 吊桥衬平 三丢二郎 鱼棍龙门一般 冲向江场 走出五六里地 排开阵势 横住满洲兵的去路 再说 努尔哈市 先派迭工 到辽政委打探 本想 不出战 听说辽东 惊略杀来 只可量队出征 八七兵 二路出水市 压着阵脚 努尔哈市 在黄罗散盖下 带住龙鞠 于 沙漠 对面的关桥 直接迎面 有好几万人 厌尺拍开 方位左右 排列有序 紧紧有条 一排排 一列列 一层层 一队队 兵如兵山 匠刺剑排 当将官的 亏明明 甲亮亮 杀气腾腾 两旁是 弓箭手 腾牌手 长枪手 短刀手 气势汹汹 威风百倍 在队伍中间 横排十几门大炮 灌满的铁沙子 以备即用 正当中 高挑帅齐 火红段子面 黄火燕 火骨金领 飘彩带 黑月光 写小字 上写 辽东 精略 中间 斗大 圆字 旗下一员老将 年过花甲 灭如满月 残梅五目 额下阴虚 头顶 帅子盔 身挂 连魂甲 背背 八杆 护背旗 前后有马同 左右战将 威风凛凛 杀气 冲天 努尔哈士 看霸点头 我从起兵以来 好几十年 第一次见过这样阵事 虽然当初杨昊 好几十万兵打我赫团阿拉 那都是行军路上 我出骑兵 正是排兵步阵 这第一回 这是个硬仗 这阵 袁英泰 催马上阵 看看努尔哈士 虽然年纪和自己差不多 比自己高一头 乍一倍 好像扳脚苍龙 掉牙的猛虎 被油的点点头 努尔哈士 可称 蜿蜒阿布达二世 乘机丝汗再生 但愿苍天保佑 能够战退敌兵 想着抱拳兵守 前面可是满洲王吗 我乃大金汉 努尔哈士 你可是辽东精略 袁英泰 正是本帅 朕久仰 袁老将军英明 为人正直 爱民如子 在京为官多年 不弄权术 不贪赃王法 不知为何 从京都调到辽东 辽东都市之地 连年征战 这是苦差事啊 想必你得罪 哪位皇上的宠臣 被排挤出京 不知对也不对 袁英泰一听脸就红了 心想努尔哈士 好厉害啊 他在边外 就知朝廷的事 我是叫魏忠贤 挤兑出来的 但这话不能说呀 满洲王 朝中事 不用你多操心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 与你何关 我劝你 你本是中原服输小国 就应该安分守己 替皇上守边 不该兴兵半径 三十年来 你抓我百姓 充当奴隶 罗我财产 抢我重池 有之男儿 情儿等 母马中原 你我良言相劝 退回边外 各守领土 免遭劫难 如不听劝 辽阳便是你藏身之地 袁大人 天下被一人天下 有得拘之 无得失之 明朝老皇上万历 荒阴酒色 不理朝政 不拿女争人 大人 现在小皇上 只知斗鸡玩狗 宦官掌权 早该让位 你不该为昏君卖命 献出辽阳 免得已死 袁英太文言大怒 我辽阳将士 绝不受辱 与成同修 与天地共存 咱们绝以死战 好 杀 这才演出一段 侯士路 大战皇太极 宝刀 对双锤